好,我们这里做一个补充,把上面遗留下来的问题来解决掉 我们刚才说,产生交赛效果倒没有问题 但是呢,我们将这块板进行了隐藏 我们将板拿出来之后,再次进行渲染 注意,我们先将光子数调到5000,快一点,OK,渲染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又出现了刚才的错误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板挡到这个位置的话,它就会影响到交散 那么怎么办,因为交散不可能刚才光子发射是这么慢 大家也看到,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大家看交散又没有了 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解决方案,选择灯光 我们将灯光直接排除掉,排除对box001的这个照射 我们来看这样行不行 通过渲染,我们发现,现在呢,还是有问题 还是出错 那么也就是说,灯光排除也没有作用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让它排除在交散的计算之外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样行不行,大家看还是错误的 那么怎么办,我们选择当前这块板,右键对象属性 我们将它接受交散也取消 然后把这个钩够选,排除在交散计算之外,我们不让它计算交散 确定 这样我们再来渲染 这次我们来观察一下,大家看这次没有问题,交散也有了 所以我们说只要让它挡住灯光也没有关系 只一定要让它在右键属性里面排除在交散计算之外 最后呢,我们将它改成50000 我们来看一下计算的效果 这一次呢,效果还是正确的 光子的计算速度也没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效果也是正确的 大家看,比刚才细腻了很多 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场景中建立了这个天光 那么天光倍增值是1.0 我们勾选了最终聚集,使用草图集 我们现在来渲染的话 大家注意观察 让它先计算 我们发现交散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面 大家看这个地面现在呢,它又受到了这个反光板的影响 把这个位置照得很亮,因为反光板就在它的上方 所以呢,我们用相同的方法能不能够解除地面被照亮的效果 我们选择地面,对象属性 选择地面 对象属性 我们将它排除在GI计算之外 不要让它产生GI OK,然后我们将速度调快一点 我们将它调到5000 看一看,地面的效果有没有改善 大家看,地面的效果还是没有任何改善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适用于交散 但是并不适用于整个的这个地面的效果 地面还是很亮 那么地面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解决 我们先取消 OK 我们也将地面排除掉 然后再来选择地面 这里面你现在排除GI了 也排除交散 从最终聚集接触照明取消 确定 这样看行不行 就是最终聚集 取消它 看看地面有没有影响 注意观察 注意 现在呢 整个这个光子阶段速度又慢下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大家看地面完全不受照明了 这个 这个 渲染的效果也是有些问题 我们先取消 由于地面被灯光排除了 所以我们把 灯光地面先扔过来 不要让它排除 同时我们先将交散 关闭 我们就来看它的全聚照明 也就是最终聚集 我们先来试一下 出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地面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么整个这个玻璃呢 又出现了问题 但是地面的问题 我们解决掉了 也就是说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哪一项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地面 比较重要的是对象属性里面 你把它排除在交散以外 排除在GI以外 先取消 让它产生和接受 然后关键是 从最终聚集接触照明 这个项目要关掉 确定 好 我们把交散再打开 OK 走一下 大家注意看 这一次的效果 OK 地面完全没问题了 好 我们将它关闭 右键 属性 排除在交散之外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让它接受交散 要不地面上没有任何交散效果了 OK 我们再来渲染 这次我们看到光子发射正常了 地面效果也正常了 交散也正常了 这样我们就把刚才地面 被反光板照的太亮的问题解决掉了 由于交散现在显得特别的模糊 我们还是要将它改到五万 看一遍最终的成品效果 同时呢 我们要将这个最终聚集的精度调高一点 省得这个地面的最终聚集呢 影子显得并不是很真实 同时有黑斑 OK 渲染 大家看 计算光子发射了 这没问题 这是刚才的交散 这是最终聚集 那我们看到效果完全没问题 反光板也有 好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这几个小问题 如何让地面不受最终聚集的影响 如何让这个交散的效果正常 一旦有东西挡住灯光 我们怎么排除它 OK 这个案例给大家补充到这里